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外墙拆房前验收的各项重点 承建商必须事前和各行业商议好验收的程序和细节 并且需要制定验收检验表格以及确保外墙棚架的安全和稳固 楼内转连墙杆的绑扎点不可以绑在窗上以及不可以任意割走 以确保棚架的结构安全 要上好连墙杆锁好棚架之后才可以拆走外墙的旧连墙杆 修补外墙连墙杆位完成面的方法 必须经过工程师的批准以后才可以进行 外墙的瓷砖要确保依照图纸做好 手工要平 竖 直 对缝 坡度适当 没有空洞 接口要均匀没有洞 要预留同一批瓷砖或者油漆 以便日后做修补位置用 例如脚铁架位的修补 避免有色差的出现 外墙的水管要确保没有爆裂 漏水以及倒鞋流 支架和配件要安装妥当 管边和外墙的收口要做好 要没有洞和空隙 外墙清洁以后要检查完成面 和其他相关的装置是不是已经清洗干净 达到收获的标准 外墙尤其要确保依照图纸做好 手工要平顺均匀 没有褪色 没有变黄 没有剥落 没有色差以及色泽均匀 外墙伸缩缝的深度要到达混凝土面 确保打胶位置清理妥当 机口味干净才可以打胶 外墙的后座位必须要预先计划好 及预留足够时间来完成一连串的后座工程及检查 确保各项工程能依照标准及时间完成 外墙的死位地方必须要完成所有外墙工程 以及窗的试水合格后才可以拆掉竹棚架 承建商必须成交拆棚安全施工建议书 给工程师批准以后才可以进行拆棚 拆棚时工友要顾给顾人 注意安全 不可以影响到其他行业已经完成的装置 要在外墙清洁完成和拆掉棚架以后 才可以安装煤气螺烟罩 以免受损 外墙拆棚前的验收室 要确保各项外墙工程都按照图纸做好 没有任何的遗漏和损坏 手工达到优质标准才可以拆掉棚架 在建筑工程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 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